内政部及消保会人员 派人到新建案的销售中心稽查 预售物新制去年7月上路 一年来台南市府就纠出十一件违规 其中一件更被狠狠开罚上百万 违规情况其实最严重的就是 在购物预约单里面对于消费者 有不利的事项 必须九百万罚还的 就是在台南的这处建案 还在新建中却被地震局查出 涉嫌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还没取得建造执照 以及卫生报被查就销售 分别罚四万及三万 加上购物预约单不利消费者 一次开罚150万 创下单比最高罚还的记录 之所以会150万是因为 他签了十户 那这个规定是按互动数来罚 一户罚15万 15到100万 那第一次我们当然是以最低的 15万开罚 那因为他签了十户 所以是开罚150万 此外为了避免炒房 预售屋的预约单 也就是俗称的红单 经过法案修正后 如今也被禁止交易转售 更推出检举制度 平均地权现在修法的方向 是有检举奖金的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民众 知道有这个红单转售的行为 他提出具体市政 确实开罚之后 民众是可以拿到检举奖金的 内政部公布 今年全国房价所得比为9.58倍 较三年前攀升11% 最高的台北市要16年不吃不喝才能买房 而涨最凶的 则是在台南涨幅达三成 像是北区花园夜市一带 三年前开架三字桃 如今新建安全破五 科技业授厂加上房价基础低 反而成为标涨最大的区域 TVBS新闻郭守仓台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